宏觀經濟,主持雷智凱,Kenny,Eddie 我很快講講兩個話題,然後再交給大家 剛才答應了講... TSMC 你是不是講TSMC 是的,業績 因為雷種教落 一定要看一看這些半導體大型的半導體公司 看一看業績和預測 大約可以為經濟的把問 因為半導體的需求其實是領先指標的 因為iPhone究竟做多少手機等等 你都要預訂了材料 你都要找這些半導體製造公司才能做到 跟著iPhone才能賣給市場 所以絕對是這些半導體公司的話 都是看回之後經濟的情況如何 TSMC今天公佈業績 所以你看到是4月16日 盤數呢? 我沒有什麼跟得很貼 但是盤數呢? 我看上去又不是太差的 主要呢? 第一 我揭曉一下 就是 GEP margin 都可以保持到 我記得印象中是大約51% 還是保持得到 正常 我也期待 因為大家 我記得去年年尾的時候 都說 台積電在半導體的業務裡面 真的頗無敵 因為 其他 Intel又不刪性 又做得不好 跟著最大的競爭對手 三星 又是做得不好的時候 只是基本上TSMC是有自己的技術 做得最好 可以做一些很低納米的晶片的話 基本上是 要很熟 張忠謀 求他 才可以給你一條拉給你去做你的產品 還有你新公司 基本上又要磅了水 別人才肯做 所以 基本上TSMC的生意是不優做 所以我覺得 margin方面 沒有理由減價去遷就市場 所以 margin如果保持得到的話 我覺得 我預期應該是要這樣 但是 top sales 就是top line 究竟是怎樣 如果是對比起去年 2019年年尾 即是第四個quarter 比起今年2020 第一個quarter quarter on quarter 是跌了大約2.1% 我覺得 我不知道這樣為止 跌得多還是少 因為 聽起來正常 聽起來正常 對 我聽起來正常 因為你想想 有新年效應 就是 你第一季都有農曆新年 起碼停了10天8天 跌了2.1% 我覺得 不是很誇張 但是 year on year 就是對比起2019的第一季 跟今年的2020 剛剛過了的第一季 就升了42% 這個強勢還要保持著 因為 他開始做低的納米 賣的價錢可以高了 其實也是一個比較 預期的數字 至於 之後 他對於 之後2020年的revenue growth 是有什麼看法 成年的growth是怎樣看法 我就揭曉了這一段 他就說 the impact of coronavirus outbreak however prompted TMSC to train 2020的revenue growth target from mid to high teens percentage vs a previous forecast of nearly 20% 就是說簡單一點 之前他定下來 2020年的revenue growth year on year 初時覺得可以有20%的growth 但是現在他大約是一個15% 到可能16% 17% 18%左右的數字 那麼 我又覺得 第一 我看了這條數字的話 第一 因為之前很擔心半導體公司 會不會因為疫情的原因 而疫情在中國的核心裡面 是在武漢的 武漢也是所謂的 不知道 半導體的其中一個中心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疫情 導致整個供應鏈斷裂 而 TMSC沒有這些原材料之後 就做不到 他自己做的產品 而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 半導體公司 即是 現在或者factory 運動的 business model 都是希望just in time 有足夠的原材料 就算 他不會放很多 還有你還要半導體 你半導體 沒有理由放很多 你會怕是更新的 所以我相信 TMSC TMSC Inventory level 正常來說都不會很高 所以他不會因為疫情 之前而放了很多貨 導致它是 就是 這個疫情 所以 似乎好像疫情 沒有導致半導體的供應鏈 導致它斷了 導致它做不到生意 但是可能是因為需求疲弱了等等 你想想 經濟也叫做跌了這麼多 第一季GDP 中國明天公佈 美國明天公佈 美國明天公佈 我相信也有一個挺噁心的數字 但是如果 在TMSC裡面來說 還有增長 而只是增長得慢了一點的話 我覺得真的算夠到功夫 也算是不錯 當然 Heaven說 TMSC 就是整個半導體界的龍頭 可以做得最厲害 那是不是其他 差一點的半導體公司 都可以做到同一個成績的話 就未必 那就要繼續 再繼續 那雷中有什麼補充呢? 其實我覺得 TMSC 如果是這樣 因為我今天就沒有去 繼續看著這件事 但是如果就是 剛才你所提示的幾件事 來說 我覺得 完全是 如果我自己 我不是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 這個 但 比我想像中 是好很多 那 你說 是不是沒有職可沉 又不是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 都 跟這次疫情有關係 其實 令到很多人 困在家裡 所以 其實 對於IT來說 日後的需求 可能有機會 會變大了 其實我聽到 有些公司 其實 公司 已經是 去PC化 另外一個 我的 去PC化 就是 越來越流動 剛才 Eddie也說了 現在的公司 可能已經沒有了 梗的工作位 全部都是 豬肉桌 OK 豬肉桌 其中一個很重要 就是 基本上已經不可以有PC 也沒有空位 容納 有PC 還要有機器 所以 其實已經全部都是 Laptop 也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我也知道 有些公司 加快了去PC 所以 接下來 對Laptop的需求 有機會會大增 這當然也是 對半導體 其中一個很大的 Demand 一個Driver 另外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 電話 我近期 Eddie是蘋果粉絲 不同 我已經用了幾年 這個叫做一家的 這個牌子 K.O.好像現在 是不是都在用這部一家 十幾人 十幾人 哈哈哈哈 是啊 沒錯 是嗎 你還沒轉嗎 喂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他剛剛 就是 前兩天 公佈了 最新的 一家八 八Pro 八Pro 是啊 一家八和八Pro 我想講講 我 我本來也有些期望 一家八 因為我這部機器也用了快三年了 OK 我也有一點點心動動 當然它仍然可以的 我本身沒問題 不過我想著 如果一家八都很英俊 性價比又適合我的要求 的話也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 跟著一看了 那些規格之後 好 覺得可以不用了 我還是繼續堅持用我這部 一家五算 OK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 貴了 而貴了來說 不是因為有些 我覺得有我需要的 一些 features 是令到它貴了 而是現在 我覺得可能從今年開始 這個5G這件事 會是 成為手機的其中一個 的standard 一家這間公司 它今次出 今年會出 一家八 一家八Pro 遲些會出一部 平價版的一家八Like 還是什麼 全部都是用 Qualcomm的chips 而那些chips 現在新的一種 已經建立了5G 即是無論你現在 能不能用5G的話 你已經給了錢 買一個 有5G的capability 的chipset 給你 即是你給了一些錢 而用不著的東西 OK 但是 那個潮流 而我也相信 應該不只是一家這間公司 會做這件事 我相信接下來 比如Samsung 或者其他品牌 其實可能也有機會 會做這件事 所以 對於IT來說 其實這也可能會是一個 就是 一個push on the back 老實說 那 是啊 所以 但是 整體來說 那個是不是差了 就 不知道 因為 就是 有點難說 因為昨天Apple就推了一部便宜機 就是SE 噢 剛剛今天 公司 什麼東西 比較 眾說分文 因為有些就說 嘩 不是嘛 蘋果賣便宜機 但是 也很便宜 很便宜 那當然 你看什麼 他又沒有Face ID 那些 哈哈 但是 那個銷售就比較樂觀 就是說 喂 你現在 疫情的關係 但是 一會兒我也會講 失業的問題 就是說 這麼多人都沒有工作的時候 喂 還怎麼可以買到一部貴的機 所以 會不會是出一部便宜機 你還殺了一陣 就是 人們還在考慮買不買5G購買力的時候 再殺一陣 其實也是一個good strategy 因為 Apple就似乎 今年那部機 是不是真的5G呢 也有個供應 就是 多數它都是看定一點 然後才出一部5G 還有 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說 如果現在它快快速速有一部SE的話 似乎它都沒有受疫情影響 或者半導體一個供應鏡的影響 它還可以出一部新機 所以 都是值得拭目以待 那麼 我趁時間 就是希望這節裡面再講 就是那個 美國的 失業的問題 那麼 美國的失業濕成怎樣呢 那 就是 究竟500萬 就是那個 Initial jobless claims 是什麼概念 就是 我有一幅CNBC 其實我也是看Walsh Journal 這樣拿出來的 那就是 由 Great Recession 就是海嘯的意思 就是 如果由海嘯到我們2020年 今年1月2日的話 的話 Total jobs created 這10年左右 就大約是 2500萬份 這個職業 但是呢 過去那三個月 Sorry 三個星期的 Initial jobless claims 3.3 再加7 再加6.6 再加6.6 都成17 1,700萬份工作 基本上是沒有了 或者暫停了 所以基本上是 而那時候真的 那時候海嘯的原因 令到 工作失去 都是870萬份的工作 所以這次的疫情 導致工作失去 是比海嘯更誇張 那時候海嘯 那時候海嘯就用這麼多時間 才能回復 還有那時候我記得 海嘯之後那兩年 我們還說 為什麼失業率還是比較高 會不會這次有一個 jobless recovery 的情況 當然現在已經是 一個叫做 在美國的standard來講 疫情之前 也是一個全民就業 但是要用這麼多時間 但是這次 破壞了職業 是多了這麼多的時候 究竟是不是要多用很多時間呢? 我們要看看 那至於州份來說 州份WISE 比較嚴重一點 就是深色一點的地方 那 GA就是 是不是 喬治亞州 那些就是 工業比較重一點的州份 再有上面MI MI就應該是物資根 物資根 又是比較嚴重一點 那以我的理解 物資根 以及喬治亞州 都是比較多一點 都是工業 或者比較重工業 manufacturing的州份 這些都是 他損失的職業的數目 都是比較多一點 不要忘記 今年是大選年 雖然 神秘人就貼中了 基本上是 拜登VS 這個 Donald Trump 幾乎相當高 那所以 如果一些搖擺州份 譬如 Ohio等等 等等 如果真的 失業方面 是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令到這些搖擺州份 會擺放給拜登的時候 特朗普就有機會 連入不了 所以 這次的疫情 是不是賴我後面那份報紙 譚吉塞 就可以解決到問題 其實就是 要拭目以待 但是 我又看到一個數字 就是 過去的一個 就是 我想 尺寸的州份 都要看回 加州可能多些人就業 所以 加州 加州 就是 比較多一些 initial jobless claims 那麼 西部也頗嚴重 那麼 西部就 對不起 西岸方面 就是做IT 加州 加州 服務員 給得多些 但是 其他 Ohio Texas 等等 都是 編量比較嚴重 所以都要留意 究竟 疫情 對於什麼時候可以復甦 經濟 和對於大選的看法 是怎樣都要留意 那麼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補充 好像 我們是想繼續踩下去 還是怎樣去補充 還是想做了一節 Oh,Anna OK 差不多了 OK OK 好啦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仍然會繼續 剛才也說了 如果有些朋友 遲了我們的話 就是 我們的節目就會 一直到4月30日 維持現狀 之後就會有些 不同的玩法 不同的改變 未來這兩個星期 我們會再跟大家 有些更新 OK 好 Thank you 下次再談 下星期見 好 OK 拜拜 拜拜 拜拜